现在是这样的 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才知道有一个 叫做金身油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绒的身上 导致它有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呢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是因为有了重褐 这样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那有没有可能 绒现在也是另外一个人 有可能绒待会儿辫子 又放到别的边 那没关系我往后放 我往后放 我往后放 朋友 您才是波斯来了吗 我往后放 我跟皇子去了现场 和这个真的房间 那首先呢 先让皇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州府的公知讯息 和唐审的一些规则 芒州历史 在数百年前 芒州城原为一片荒地 先祖遭遇水灾 逃难之子 在黑猫的帮助下 找到食物 故而视黑猫为祥瑞 此后 芒州人世世代代 在此繁衍生息 缔造了今日繁华的芒州城 然后就是关于 咱们这个州府的简介 芒州州府坐落在 芒州城的东边 毗林塔楼 阳春三月是 芒州最舒适的季节 早晨八点 阳光便会均匀地照射在 周府顶上 请注意一个时间点 早上八点钟 阳光会照进来 然后是周府 刺史处理公务之处 每日上午十一点上值 下午六点下值 我这儿有一张 关于周府的总的图 面对公堂时候的 左透视图 就这么看过去 对 公堂在这儿 然后那个冥想室在这儿 后视图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要作案的话 它会有一个机关布置 下面是咱们唐审的规定 参与唐审相关人员 需于唐审前一小时 到达州府 所以十一点 如无特殊情况 唐审一般于中午十二点举行 唐审分为上下半场 各半小时 期间休息二十分钟 唐审公平公正 由刺史亲自审理 若案件涉及周府内人员 需全程回避案件 也就是说 其实必须得由刺史本人出席 没有这个替刑这么一说 但是十一点他都到了 可是他说今天由参军来代审 为啥 为什么呀 咱们这一个情况就是 你们真把东西找齐了吗 好行 先这么这 好接下来呢 我们从真的故事开始说起 我们在他的房间找到了神龙四少 没错 但是呢 人是一样的人 可是身份不一样 他给自己叫头领 他不是老大 他是头领 级别更高了 然后呢 给大叫幼儿 给你叫狗腿 果然狗腿 给那个欧叫苦力 所以在他心中 你们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那个样子 对 在这呢 我们就发现了他一个所谓的 私人有趣收藏集 就是他儿时的一些回忆 来听听看这哥们 之前做了什么好不好 私人有趣收藏集 看起来很有趣点 这猫画的 他终于不再吵闹了 杀了一只黑猫 可真狠 被偷了这点钱 就急成这样 真是穷酸好笑 他还嘲笑别人 对 想不到那些钱 竟是他为亲人看病的 全部家当 亲人病死后 他闹到了父亲所在的州府 不料他竟一头撞死在州府门口 父亲深觉丢脸 只好将此事伪造成妖猫所为 今日父亲赐我耳光 是我无能 不仅惹出麻烦 还不知料理干净 我今后必当牢记 其实我觉得他牢记的不是别的 他牢记的是 他牢记是料理干净 就是用猫可以掩盖一切 这等于有可能是妖猫伤同爱的来源 接下来这个又是一个人命 他居然因为受不了我的欺压自杀了 还留下遗书控诉我 我惧怕此事暴露后再受父亲责打 只好把他的死也伪造成妖猫所为 哇塞 那么多事 就一系列的妖猫 今日与薰到了 失守 杀害了这两兄弟 以后便是尹昊过命的交情了 他引导他跟他一起杀的 不是 就他们俩一块弄的 他引导我 他让我上的 所以他那意思就是我跟他现在是一会儿了 你还又不在 现在我哪知道你没有你那个啥呀 我哪个啥 现在他也没办法辩解 这文字字面上的内容就这么难理解吗 但是你本身也说你小时候就狠 这哪个字写出来是他引导的你 如果我要往人设把我稍微往好一点做 不就是他引导的我吗 他现在也说不了话了 接下来就是他有一封信 我儿小珍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既深远 如今为父时日不多 所作最后一件事 仍是与周福斡旋 举见你接任为父 长使之位 若有朝一日能入盲经为官 方不辜负为父在天之灵 就是等于他爸走的时候 还帮他最后努了一把力 做了这么一个安排就想要进盲经 还要提醒你们知道的就是真可能 比你们想要还要坏 接下来又是一封信了 芒舟长使真福 感谢你以妖猫之事 掩盖我家小儿子于芒舟失守杀童之罪行 使其免受牢语之苦 我必会设法运作 不日便令你升任芒舟次使之位 以表建议 陶友泉二二六年一月 就是等于真用了一样的手法 对 接下来呢就是在他的房间 找到了精神油 这是一个匣子 精神油 他这个精神油下面写了一个 既然可行此路 我真福便可以做铲除妖猫的好官了 必将使盲城百姓感恩戴德 当时他还只是想要盲城百姓感恩戴德 可是呢有人给他写了封信 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这个人呢就是叫做假好友 真兄 你之前送来的财物 王爷都十分满意 现在机会来了 我与姓一同为你寄去的东西 名为精神油 你需设法使盲金的公子 世子 皇子们 说到自己了 都使用此物 等一下 我把这照片离你远点 你也用过此物 我没用 我没有 我没有 好 来 你接着说 此事虽难 但事成之后 王爷必照你入盲金为官 从此平步青云 假好友 二十七年三月 对 他其实挺想去盲金当官的 这是他爸爸留给他的医院 这个其实是假好友寄给他的 然后呢他就去找了张 假好友提供货源 张波斯把货品改头换面 成为一种低层膏 然后呢再送到京城里 等于如果查到最后 就是他干的事 没错 就是真可以这个撇开关系 他家还收藏了一个欧式族谱 欧 就是从头到尾你没有一个龙凤胎的妹妹 对吗 对 你就是欧妮 对吗 对 你是女生 我 竟然 怎么可能 接受不了 怎么可能 你是花魁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年代 他就是以男为尊 作为我们一个标足世家 我们是三代单传 只传男不传女 所以生我之后 我爸就说 我们这个家族的生意 他不能就毁在这儿了 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叫欧巴 但是我是个女孩 反正我就是表错意了 表错意了 你扎我干嘛 对不对 哎呀 孩子 我就想知道这事 这都不重要 有一次我在街上就看到 蓉在放花灯 然后我就说 哇 他怎么那么好看 她的打扮是一个小荣峰 小荣峰 她浑身穿的那个衣服 是那种滑溜溜的绸缎 跟月光一样 她带的那些饰品 叮当的东西 我觉得好美 然后我就被她吸引了 所以荣是我的一个精神向往 我实在太羡慕她了 我就打扮成女孩 跟她们一起放盒灯 那她们都不知道我是谁 真的认不出来 所以我就告诉她 我叫欧妮 扮演女孩 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 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可以理解 我非常想成为她这样子的女孩 明白 所以我是特别愿意接近她的 然后也愿意守护她 我对荣的情感是这样的 到后来她也跟我说 喜欢我什么的 我都只能用直男的方式去拒绝 欧慕兰 但我对她又是另外的情 那你觉不觉得 还是现在做个波斯人好 不是 不然你们俩在一起 自个儿挨成自个儿了 对不对 那我去哪儿 后来发生什么 不得不让欧妮 必须下线 人家说我们标局 有一个私生女 为了掩饰这件事情 我父母就花钱买了一个 女童的尸体 我们家人 我亲自为妹妹下葬 等于用她是欧妮的身份 我们做了这样一出戏 告诉大家 我们确实有一个妹妹 我们没有骗人 也相当于把自己埋葬了 真要杀掉欧巴 你知道这事吗 这里就有个使命必达办之处 写给她的小纸条 妖猫现场伪造一半拖 这是在今年的2月10号 然后今年的3月13号 糟糕 欧已先我一步找到翡翠猫 且近日造访了收获地 恐已发现交易之事 就我发现了他们的交易地点 我先去到了那个货物的收获地 我发现那个地方 是一个废弃的驿站 它实则是为盲精达官贵族们 私下收取货物的交易地点 他们发现你发现了 嗯 他觉得欧知道太多了 他自主之中 他13号杀欧跟这次杀欧 都是因为欧知道太多了 与此同时 你们家另一系的 也是有一个儿子 叫做欧 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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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欧瓦被圈出来了 旁边家已注视 此人异于掌控 杀掉欧后 可使其继承欧门标局 日后为我所用 失望 这赶产 快点 再赶你 我 给你 不 我 以 是